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放完假 哇 充电了 精神逆逆的桑普 怎么样?桑普 你好 多谢 杰斯你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日本真是好地方 我去东京 去咸館 咸館刚刚去到櫻花季最后的时间 所以看到几个櫻花的 喂 但是插你一脚 我收到风你去了这个中华西太后 是 没错了 中华西太后伊藤信二老板相当好 他不懂得说中文的 他已经日文很好的 我想就是他会说到多谢一位台湾人捐钱 捐5万台币 吃客完全不适合 立刻扔钱下来 我帮他宣传一下 多谢台湾这位不知名的人士 是完全素未蒙面的5万元 他说他已经把善款用在那些能登半岛的灾民身上 而在所有便利店 我发觉到对于最近台湾花田 4月3号不是有抵抗症吗? 是 每一间院之咸館有筹款商的 基本上是说明是为台湾东宝镇栽筹款的 是里面有钱在里面的 所以我就说日本人是对于这个 因为透明的我想说 所以看到日本对于台湾是相当关心的 那你有没有代表香港人问候中华西太后老板 不要只是让他误会了你是台湾人 是很重要 我就是说我是看了台湾生活 但是我是一个源自香港的人 而我对香港非常有感情 接着我说我帮他买这本书 这本书叫什么呢? 《中国人权英雄传》 是不是?你看看 《中国人权英雄传》 这本书是挺有趣的 因为它不是他的书 就是一位北名叫《宇宙大官》 他就给一个卡片我就是一个姓于的人写的 这本书很有趣的 像《线装书》 里面很厉害 逐个逐个人说 你知道他讲到116位中国人权英雄 这本书里面有说什么呢? 陈彦霖 黎智英 周庭 哇 挺重要的 我给大家看一些 我看陈彦霖 很厉害 哎呀 一页有照片 然后一页是中文和日文对照的东西 然后还砌一首诗出来的 用它们字的开头砌一首诗出来的 那这个是陈彦霖 黄欣就是周庭 对不对?周庭有照片 他自己画的 最后有字在这里 这些是很难得的作品 因为黎智英 我看到可以给大家看 这个是一个日本作家 还是一个旅日的中国人来的呢? 旅日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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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已经是华裔的日本人 我就不得而知了 但是我肯定就是116个用日本水文化风格 中日文对照 讲了这么多的东西 哇 OK 有很多我们香港的人 是啊 香港人很多在那里 我觉得很多香港人 或者大家去日本 不要忘记这个东京的东中野 伸宿搭过去两个站 就是向西面走的东中野的西条 一出车站就是了 这个地方 这半夜呢 二千元日圆 大概现在多少钱? 百多元啊 哪里这么多啊? 二千元日圆 二千日圆啊 二千日圆啊 是啊 二千日圆 一百多元是一百元 六算啊 一百元左右 六算没有了 五算来的 是啊 是 是 是 最后面是一百元而已 一百元半个书 哇 还有彩色的 不得了啦 然后当然了 还有很多正的日文书 我也看得不得了一些日文的 一本的野赌纲 它说呢 就是香港究竟是怎么办呢? 另外一个呢 这个我不懂的 但是我写得很好的 叫做钱俊华 一个年轻人 哇 厉害了 他写一本香港和日本的书 而且写得好 将整个2014、2019年的目标 写得很清楚 里面说什么是私料啊什么东西 全部一个字有定义的 日文书来的 一个pocket book 我很喜欢日本的pocket book 就是你可以带出家的 这方面不能免俗呢 当然买一些 冰火两重天 大家不要嚇死了 国家安全 中国的垃圾书 还有这个习近平的 这些这样的文字都在里面 那这些学习纲要呢 那一定要看啦 那这些垃圾书都要买的 当然啦 当然啦 是 那这些一定要买 所以这些书都要买呢 在一个叫做神堡 那刚才这些书呢 刚刚这四本书呢 就是在日本东京 大家要去东京 叫做神堡丁的地方 神堡丁就是近这个皇居附近的 就是近这个玉姿茶水那一带的 那一带呢 就是说很多的旧书店 我是流年忘返的 因为为什么呢 它有大部分的日文旧书 但是有些小部分的中文古书 还有一些你要找拉丁文的 或者一些所谓的以前那些 旧的欧洲、英国那些旧书呢 有专门两、三间书店 是专门做这件事的 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对看书有兴趣的 或者觉得 觉得新入了解日本的文化 这些就是书 这些就是我跟你很喜欢的书局啦 就是我如果下次我有机会去日本 我一定会找你再拿个地址 我都会去 就是最开心的时候 就可以找到这些这样的 first edition的书啊等等啊 就是我觉得那个收获是很大啦 是啊 我现在我在温哥华 其实我都有 有时会走一些专门买古董书 就是书店的 那我譬如我都找一些 George O'well的名著的 1940年的第一版的美国版的书 就都会什么啦 因为英国版就譬如就会贵得很紧要 但是呢 1940年的第一版的美国版呢 那我自己都有 就是有些会找的 还有些有些是 我最近找过一本是Churchill的旧书 就是在这里可以找到的 是啊 很开心的 就像你说的细微卷影 开卷影 这个是很开心的 还有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就是那个陈寶町的地方 这次我真的没有时间 因为要赶飞机 那个地方有好几间 开了很多年的中华料理店 这个地方有很多 就是源自中国的人 而那帮人呢 是来了很久的 是怎么来的呢 汪精为政府的南京时代的人 就是南京政府时代的人 他们搬过来 最居于陈寶町的 为什么我知道呢 这个刺帮名副跟我说的 他说你有一天去这个陈寶町呢 你再看一看这个有关的餐厅 有些开了六十七十年的那些 那些就合河车的了 那我这次就没有去到那些店 因为那些厨师呢 分分钟是汪精为政府时期 南京政府那一代的人的 知道啊 那些我也听过啊 是啊 你说我们19年20年 有黄店啊 那但是呢 其实在譬如汪精卫那个年代啦 甚至就是台湾白色恐怖那个年代啦 就是蔣介石踩入台湾那个年代 那很多人都要走的嘛 就是都有离散的 那时候的台湾人 很多都是去开又是开黄店 就是台独之父啊 都差很多你现在说 对啊 左派台独之父 那他也是在延安那里曾经有一段时间的嘛 是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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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大家看回是台湾是很复杂的 不同的静水深流在那里面 就是我就说去日本千万不要只去新宿 银座记住呢 还有这个神宝丁 这些是我推荐的地方啦 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东西可以大家可以 如果自由的话呢 甚至我去香港现在可以去外面吐气啦 回到乡下的话呢 都可以去那个地方啦 试下 很开心啊 听到你这些分享真是很棒啊 是啊 那就是 是啊 遲些我都要找回你刚才那几本书啊 就整幅相给我 让我试试在 试试会不会试试在博客来可以找得到 你这本国家安全 我都有本不同版本的 你不要只以为你有啊 我都有 我是博客来找到的 几乎博是吧 几乎博是吧 这些垃圾书是用来磅磅磅磅的嘛 OK 还有我们要了解敌人的嘛 虽然有几乎垃圾嘛 你以为只有美国什么纽约大学的教授看了吗 我们也有看 就是这样 好咯 大家各识其识去好尽情开心一下 放空一会儿很重要的 是啊 这个特别是今天留在香港的香港人啦 所以呢 所以一到有时间就真的要出去 休息一下 去找一下自己的开心 所以你都看到 我身边有很多香港人是 保持着去台湾旅行啦 有些直接是 对上这一年 在阻止的时间 我只有一些认识的香港人 他们直接是设定目标 给自己去进一步了解真正的台湾 那他们就会 哇 差不多一年是去十次八次台湾 又不是开玩笑的 所以我想很多香港人今天都很需要 还有日本这些又不用说啦 如果要说日本 我和桑普都不够很多香港人啦 家乡来的大哥 对不对 所以 最重要是大家开心啦 最重要是大家开心啦 是啊 嗯 暂时让我 暂时让我羡慕着你先啦 今天我们有很多话题 那我们刚才延续第一节啦 我们讲过 在第一节那里我们有讲过 刚刚美国的950亿滚绑方案啦 那个滚绑方案 其实就留在第二节讲啦 因为我觉得滚绑都很奇怪的 其实我又回答不了大家 为什么这么奇厉 我看看桑普回答不回答到 你绑绑三个军事援助 大家我都可以理解啦 那但是为什么要连一个抖音 都要绑进去呢 就是绑进去 yes就yes yes就yes yes全的 no全的 那我觉得这个是比较特别的 那其实就是 我只能理解的就是等不到 ok ok 就是两党的共识就是等不到 ok 一定要尽快解决抖音 那抖音那里现在通过了啦 那啊 就拜登都签署了个法案啦 那签署了个法案 其实就 那是不是立刻就倒档呢 抖音 那又不是哦 我跟证一下啊 因为呢 这个就是叫做 不是对等的市场准入咯 其实 我觉得美国就应该发这些声出来啦 你看看别人 你看看中国这边 喂 Apple 不准在你的电话里 不准在那边 不准在中国版的Apple 你在那里卖的 不可以装WhatsApp 不可以装Fresh 不可以装Signal 不可以装Telegram 人家一两天就搞定了 你看看极权是多么正 哇 回到民主 搞几年了 现在你签了法案 大了 ok 那TikTok老板 新加坡 说好像疑似新加坡人的 什么仇 周仇之 走出来说 我一定会fight for freedom 我真是 我真的看见他 我都火都离了 fight for freedom ok 但是没办法啦 因为很多今天 很多美国人都可能是老残 阻交 那你又要给一年 两年时间 可能他又要 透过很多的诉讼 去fight for freedom 那然后就算他不fight 那拜登签这个法案 都会再给多一年时间 给TikTok去找新老板 所以 到底 好了 回到最终 我们都是outcome的 结果向 那最终究竟TikTok 什么时候才换老板 哇 如果你问我 我回答你 三几年后 再说 其实 我觉得都是 就是 搞字 那 和一样东西 回到问题的根本 我始终认为 不是你换老板 抖音就可以用得安心的嘛 喂大哥啊 在几次的听证会 多次都已经有前 之前在前 就是之前在TikTok做过的员工 任何部门的员工都出来作证啦 就是说 喂 是真的有定期 是把美国人的那些数据的资料 是sir给共产党的嘛 喂 你以为换了老板 是不是就可以解决到这个问题呢 是不是呢 你只是给了一点点头痛给共产党 但是你只要仍然一日 这个这样的TikTok在这里存在 或者那些Shin Temu那些 它一样是可以从不同的途径 去盗取你的资料的嘛 那所以这个不是一个真正的解决问题的方案 喂大哥 拜登先生 你自己在用TikTok 你还有一些老友记 德国首相 这个Olaf Schultz 又是 德国的总理又是在用TikTok 跟着法国总统麦克隆 又在用TikTok 静止你这帮这样的左交人 左交陣型的人去去灭共 你是不是觉得很好笑呢 就是我自己的看法是这样的 桑菇你怎么看呢 我很同意的 就是 这些东西是一个政治宣传 是一些美国政治人物 其实无论是左派右派就好了 是政治人物做的政治宣传 实际的意义不大 TikTok大家知道 他背后自制跳动 自制跳动 自制跳动和TikTok最后 都是互产党的 OK 这个毫无疑问的 做三个功能 一、搜集每个用户的数据 第二 监视每个用户每一个行为 第三 政治宣传 三个东西就是TikTok最坏的地方 宣传有假新闻 有些虚假信息 误度信息 什么都有 那这些TikTok的东西 究竟他现在的法案是怎么说呢 捆绑 刚刚讲的目的是什么呢 快些通过 不需要又两院又合成什么版本 总之一次过就是 叫做晒冷的通过所有的东西 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民主党很想通过这个方法 因为缓污这个东西呢 是形成了一个软烈 就是形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争议 所以他要在一堆 我觉得白尖的厕所潭里面 加一块海森进去 哦 这个就是这个 援助以色列 加一个花家进去 援助台湾 再加上TikTok进去 和你晒冷的 就是你 因为你不要衰 每个人都要全包裂 全部攬炒 用攬炒的方式 菌帮的方式处理法案呢 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了 那我们就说了 现在这样通过了 口语不好呢 我说通过了 不是说不好的 不过是不倒肉 無力两可 通过了之后 你今天就卸了一个更重要的东西 我记得2020年8月的时候 中共是封杀TikTok 和封杀了腾讯的WeChat 今时今日有没有人说WeChat呢? 可能少 因为为什么呢? 用户少嘛 TikTok一亿七千万用户 没错 很大部分都是年轻人 OK 他们这班人是佔了很大的份额 于是美国就叫做 哎呀不要禁TikTok了 禁TikTok就没有选票 不如禁它的股东 所以剪断了 中资和它之间的关系 就蓋起了 就是蓋起了算数 玩完 这个就是我觉得很可怕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大数据系统TikTok 现在美国拥有的大数据系统 是不是和中国的相通呢? 你今天剪断了一个持股 但是你的大数据系统 都是相通的时候 你怎么办呢? 整个法案 有没有切断了 这个TikTok的营运 要和中共之间的关系呢? 它的人事刚刚你讲到 和中共之间的关系呢? 这些事情不是一个法案去解决的 这件事就是怎么样呢? 要是一下子就蓋起了 TikTok玩完 好像印度那样 No TikTok 拜拜 这是最暴烈的方法 最厉害的方法 第二件事就是 逐个逐个 就像剪牛杂 逐个逐个剪断 不同的线 而这件事不是一个法案 组个政治宣传搞定的 这次法案就是说 要求TikTok的母公司 Bititans 有9个月左右的时间 9个月270日左右的时间 出售在美国的资产 否则TikTok会被美国全面封杀 所以拜登在4月24日 签署了这个法案之后 开始计270日期限 那我计算数 计9个月时间 计算到什么呢? 就是美国未来 新总统就职的时间 2025年1月20日 就是新总统就职了 如果你说这样计算 就分分钟就摘了架 极有可能 新总统的手上 要去处理这个问题 是吧? 就是处理什么问题呢? 270日期限不到 你不到的话 全面封TikTok 禁止TikTok营运 如果到时候接近完成了 都在谈谈 譬如你的Bitedance 卖你的TikTok股份 给一家 譬如说Apple 譬如说Amazon 譬如Microsoft 卖着 谈着 快要签约了 未签成 那总统可以多给90天 给三个月 给你 基本上最长不超过一年 他如果没有Casing 卖盘的话 就要收棄了 还没计TikTok主动打官司 我再要强调 如果TikTok主动打官司 他申请禁制令 接着法院批准的话 你这个法案是 不能动的 你要等和TikTok搞定些什么 是的 有没有违反美国宪法 那些事情 又要再计 是的 那所以 所以我说 那如果 就是我想说 是的 如果你表现出来 你有决心的 很简单 你拜登就出来说 我现在紧紧扎 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做什么 我就做什么 那中国共产党 怎样禁这个 Telegram signal WhatsApp 我就怎样禁TikTok 那时间就用一两天就搞定的 国家安全是大了 那就搞定了 是不是 那你解禁我们的WhatsApp 给你自由去做 那我们就同等地解禁 你要限制WhatsApp 有关键字 就同等和你这样操作 是的 那就对等了 是的 对等 你想怎样做 我就跟他怎样做 但是当然 我不会这么愚蠢 美国搞言论审查 总之你搞言论审查 我就搞同一个言论审查给你 你不给我的应用程式进来 我就不给你的应用程式进来 这个基本的原则 还有中国可以不批的 就算你谈好所有的事情 就算你不讲临时禁制令 你刚才讲到重点 临时禁制令就是说 好像上一次2020年的时候 TikTok申请法院 我法院干掉到我的失业自由 做过一次 那时候川普输了 那拜登2016月 签署一个撤销川普行政命令 好了 现在去到选举来了 于是乎 选举会刺激在别人的肾上线数 于是乎就开始禁TikTok了 OK 禁TikTok 你搞到今天怎样呢 你是不是真的 TikTok会打官司 会申请interim measures 去变成了临时禁制令 阻止新法執行 挑战合宪性呢 这个会 第二件事 中国有技术出口管制 TikTok的推荐演算法 被去到外国那裡 如果它中国禁制出售 这个就是禁制出售 它有最重要的 还有你就算你给TikTok 继续混合的话 它可以突然间禁制你这个演算法 是怎样去美国做事 所以我就说 两件事 与其长痛不如短痛 全禁 如果不是的话 你做这些是拗痕的 比如说你现在是禁公务员 比如台湾都是禁公务员 不可以用TikTok 但是对于美国也是一样的 但是你说一般民间是有用的 你看台湾那些跳科目衫 跳那些垃圾舞 那基本上是洗脑用的 另外那些东西完全是 format你的脑袋用的 所以它用这些片段 在最后藏一些东西 就是说 讲一个中国 讲血浓于水 讲两岸一加七 点一点点 而每个片段 在后来只要画龙点声 慢慢你的脑袋就被format了 这件事 就是它们最终的目的 所以它说 与其是这样 不如全面这样 台湾做很多问题 蝦皮 这些东西 是在腾讯下面的 透过新加坡公司 持有的一间 但是就是反而美国 就是做不到这个东西 另外这个东西 其实是没有禁止的 但是基本上一定要呼吁去禁制 就是台湾现在的蝦皮购物 成行成市 就是它没有7-11 或者这些全家便利店 那么多的 但是基本上很多 另外还有一个叫做 信封快递 这间用假港支 真宗支 入到台湾 所有的个人资料 是通过这些物流公司 和这些购物形台 是完全掌握的 是完全掌握的 我是少数不用的 台湾很多人用的 这个要呼吁 得谭就要呼吁一下 大家尽量就是不要用 顺风 但是就在香港 就更加困难 所以这些 就要有这些生活态度 但是你说 今天如果回到美国的社会 你说完全禁止了一个 拥有1亿7千万美国用户的TikTok 我想两党都会告诉你 是没有可能 特别在大选的期间 就是有种说法就是说 你哪个 你无论哪个走出来 就是禁TikTok 就算不只是两个 选中总统的老人家 还有些议员 都会告诉你 你就是和35岁的美国 35岁或以下的美国人过不去 所以那个毒是很深的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深层次的问题 你换过另一个角度就是什么呢 你又不得不承认了一件事 就是自知跳动透过TikTok 中国人是真的写了一套程式出来 拿你数据之外 是迎合到你美国人的思维模式 所以你刚才提过一件事就是什么呢 好了 你美国政府就算 你给你在这个法案底下 帮这个TikTok换到老闆 中国共产党是有权 其实那个有点概念 好像知识版权那样 他很简单 如果他真的算 最后他输给你的话 他就将这套运算程式 就是全套东西放回中国 你买就是等于怎样呢 举一个例子 很简单的 等于你说你要买一辆法拉里 但是法拉里的车是没有引擎的 但是你买了一个壳 那你也是买了一辆法拉里的 是可以的 但是那个法拉里研发出来的引擎 他都仍然在意大利 就是这样的道理 所以这个 这个是很值得反思的 那个威胁是很大的 告诉你 是一个意识形态 洗脑的模式等等 还有不断的复制美国人的数据 然后去操纵你的选举等等 很多破坏民主的制度等等 很多这些东西 真的是一个很邪恶很邪恶的东西 但是你今天大家 但是今天就是 美国人是什么的 什么的 生活态度 这个其实是 教育真的很重要 美国人 整三亿多的美国人都要反思 你用TikTok 你用一下 你觉得日日八无了賴 都不关我事 大家都觉得 很轻钱的 这些东西 我用有什么伤害 我用Shin 最紧要它便宜 是不是 又有什么问题 所有就是因为 今天整个美国社会 都不想这些问题 那你就被人可以攻进去 这个是一场战争来的 其实真的是 没错 我很同意 就是今时今日 我们要知道 中国是敌国 TikTok是武器 我们要拒绝 这个是基本的三段论证 如果你今天 你没有这种意识的话 我想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你说那个都是跟他做生意 他都是生意 都是一个平台 中性的 我们就是公需定律 决定 我觉得有些东西 是显示到生死存亡的问题 你不是公需定律决定 你就是融入一个人杀人 所以会 baoぜ有工需定律决定 是啊 这夫人不能算废监 那就不可以管 这个就涉及到生死存亡问题 一下子 其實 tycker的 它的问题就是 其實這個問題就很簡單 一句說話而已 OK? 就是今天最了解美國人竟然是中國人 OK? 那麼你其實就要思考這個問題 那麼這個是不是國家安全呢? 那就交給美國人自己去想 所以希望大家在用這個電腦或者手機 在看這個節目的人都要明白一件事 就是說大家手機上不要再有TikTok 這個是我勸喻大家 放棄這些東西 是很難的 對著一班觀眾說 你們那個人不可以再持有TikTok 為什麼呢? 為什麼呢? 真的都說了 中國是敵國 TikTok是武器 我們要拒絕 這是基本的原則 如果你說這個沒事的 記住TikTok有三大功能 第一 就是搜集 大數據 第二 監視 它選擇特定的人來監視 第三 宣傳是海良的跟很多人宣傳 而你神不知鬼不覺 他們這幫人是研究到人的腦袋 和心理的問題相當重要 它利用人心理最脆弱的一點 去做一些宣傳的短片 或者厲害沉迷於那些有身材的女孩子 怎樣跳舞 怎樣唱歌 那些小朋友怎樣玩遊戲 一些這樣的智力 和你的知性的感知的一種慣性 改變了 所以你不會真的去想一些比較深層次一些 還有重要的議題 這個就是我覺得非常大的問題 今天的世界就有很多這些問題 其實就是善惡 比如你說高科技這樣 但是我想今天很少人會考量的就是 當高科技落入一些行惡的人手上會是怎樣的 今天AI其實也是另外一個要面對的問題 所以就是不過大家就今天商業至上 那就是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那魔鬼其實就是要你擺脫不了它而已 慢慢就是擺脫不了它 其實TikTok是一個非常好的例子來的 就是你踩得太深的時候 你真的難以自拔了 我都給不了一個Solution 給美國人怎樣介 那是很辛苦的 除非好像我這樣 坐過牢 然後我現在就介了Facebook 介了Instagram 那我有時候我現在出來 我這兩年 我經常都很不方便的 譬如說很簡單的 那些朋友 朋友都少了很多 因為為什麼呢 那些人傳Facebook連結給你 我是不能進去的 那久而久之那些朋友 你是不是這麼失憤的 傑斯都不開Facebook 我對呀我真的到現在都不開 開個鬼帳戶 那我鬼帳戶都沒有了 對不起 那有我都會告訴你們 我真的連鬼帳戶都沒有 那我都要頂的 那我覺得這種都是態度而已 那麼辛苦被我戒掉Facebook 難得有很多人有機會坐牢 那現在出回來 啊不用用 就是又再開回去 不是吧 那就是我整個都是 就是覺得 不要再吃蠻餅了大哥 那就是 但是這個是很艱難的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不容易的現在 這樣咯 就是我覺得 各人有各人的選擇 我只是說 你說美國這些商業的這些應用程式平台 包括WhatsApp、Facebook 其實WhatsApp都是一樣 它是大量搜集大家的數據 照片各方面都是在裡面搜集 是的 是的 一模一樣的 所有東西都是一樣的 一樣的 那為什麼說 很多人說 那你就養美國那些 你就幫美國 立刻解釋給他們聽 立刻解釋給他們聽 你在美國 你在美國底下的這些這樣的 起碼都叫做有個 有條例的監管 OK 是的 它都會行惡的 你都要制行它 你都要明白這個道理 但是 但是起碼用得安心一點的 就是那個私隱那裡 起碼會有個保障的 但是 但是你回到tiktok 微信這些 不用今天再告訴你 如果你今天在聽我們節目 你還在用微信的 喂大哥 你都要反省一下 你自己有沒有問題 因為那個是真的 完全是 它說有監管的 它是有監管的 不過它的監管是用來監管你 OK 那所以你還要繼續用的 即使它的分別就是在這裡 但是今天的問題是什麼呢 今天的問題就是 八幾年前你可以說船肩炮離 但是今天你蘋果 跟著Meta Meta裡面有這個 你今天在用的Facebook Whatsapp Threads OK 還有Signal 還有Telegram 那問題是什麼 這些全部以上說的都進不到大陸 大陸那個頂住是更加之強 但是它那些東西 全部現在陸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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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陸 這是今天的問題 這個已經是一個戰爭來的 是啊 完全不是說得笑的 就是輿論戰 或者你說那些其它的Twitter 它們是搜集著大量的數據 但是第一 它們有真正的競爭在裡面 第二樣東西就是說 有法律的監管 第三樣東西 它們本身是要受到權力的制衡 這些這樣的東西 大家不要以為是開玩笑的 它們真的會有這樣的東西 當你發覺到 哇它用這個東西 來達成一些美國 一些很離譜的目的 尤如水門事件一樣的話 會爆出來的 有輿論的新聞自由 有獨立的司法 雖然現在FBI很多的 所有派鬥爭 但是這件事上面 它們真是一致對抗中國 也希望美國記住 左右派的競爭 在美國來說 是沒有對抗中共的侵擾重要 對抗中共的侵擾 是第一位的 如果你說 因為左右派的論爭 而導致了 放棄了對中共的一種對抗的話 這個極不願意 現在今時今日 很多人都還沒覺醒的 美豬是很多的 但是當然 很多 就算加拿大也很多 自己身邊也知道 台灣也很多 很多人笑台灣 你們個個都是台豬來的 其實說真的 真是清醒一天 在歷史上古往今來 是很少的 即是不是說 美國清醒的人很多 其實也不是這樣說的 清醒的人 依然是有一批的 台灣也有一批 不少的 不過就是說 你清醒 和你採取適當的行動 去貫徹你的清醒 是有距離 所以首先你要真是明白 然後你要去付諸行動 其實社會上真是這幫人 有 不會是多數 但是那幫人是最最後 影響歷史的關鍵人物 是啊 講多一點 是啊 講多一點 其實你 在早一段日子 Apple 在大陸禁了 WhatsApp禁了 Flex的時候 其實很多人 比如說 在大陸那些果粉 有很多報道 大陸的果粉都不滿 Apple是自由的象徵 為什麼要陪他 我是反對這些看法的 喂 Apple Apple從來沒有 沒有這個責任 今天你要看Tim Cork的言論 他完全不覺得是我的責任 要給那些自由的思想 民主的思想給你 我是進來做生意 我是跟著你的那些例 所以如果你要吵 那些果粉要吵 大陸的果粉要吵 就不應該吵Apple 你夠膽就出來吵政府 OK 那這個是第一樣 是的 這是第一樣 第二樣我要提的是什麼呢 去譴責Apple這個行為 就是這樣這樣這樣那樣的這個行為 的大陸果粉 沒有人 很多人都忽略了 只是極少極少數 我可以夠膽說 最應該探到的問題就是什麼呢 今天就算反過來 這個WhatsApp Fresh Telegram 這些能夠進去大陸 或者局部性能夠進去大陸 喂 可能在這個市場 在中國市場的佔有率 都是很低的 有很大部分的中國的網民 其實都不覺得有需要用WhatsApp 用Google 用這個Fresh 用Telegram 用這個Signal 這個才是問題 喂大哥 所以不要亂說自己是中國人 因為大哥 就是中國人真的不容易做 那個他們是另一種人來的 OK 那他們是心甘命 監獄開了一對門給你 你們都不想走 是的 多謝桑普 是的 就是這樣 那個鬼門關 或者地獄 那個監獄開了一對門 這幫人都寧願留在那裡 就是 主耶穌基督說 不要經常說 不要經常說 那些人眼瞞了 喂大哥 有很多人 看到東西都假裝見不到的 有很多人都是看到光明 寧願躲在黑暗裡 今天香港建制派就是完美示範這件事 所以這個問題才是最值得探討 OK 所以這個科技不是說你禁我 我禁你 你禁我多少 我禁你多少 這個不是重點 是啊 所以這點是重要的 每個人的角色 不是這個法律的問題 不是禁令的問題 而每個人是認識的問題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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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是 好 是 OK 歐洲抗中的議題 簡單講講 歐洲最近好像硬起來的感覺 是 硬起來是什麼呢? 我覺得是虛火很多了 德國呢 自從這個上個禮拜講的那個 這個 這個 這個中國訪問集會不回來之後 很多的動作出現了 抓間諜 起碼抓了兩三個以上 有一個叫做另類選擇黨 A-F-R-F-D A-F-A-F-D 就是它的議員 又叫做 馬克西米利安 克拉 它的助理就是間諜 共諜 中國共產黨 是做議員助理的間諜 OK 基本上就是說它在裡面滲透的很重要 另外還有很多人被人抓了 那這個事情會不會成為一個風氣呢? 抓一些 喂 這些情況 你帶一個比Benz的 一個比BMW的 那些人去中國訪問 那些公司充滿了中共眼線 你整個聯邦政府裡面 在德國裡充滿了中共的同路人 為什麼? 經濟商業利益一大堆 那這些情況 你是不是逐個逐個清晰呢? 當然德國硬起來是好 但是呢 It's a bit too late 但是起碼要加速這件這樣的事 我會覺得這件事相當 希望它能夠做得到 另外 歐盟呢 這個European Commission 歐盟的執行委員會 就是突擊搜查 你要突擊搜查 中國不是用這個反隔列法 突擊搜查 歐盟開始對等反制了 突擊搜查 中國安檢設備供應商 這間同方威視Nuke Tech 這間公司如果大家熟悉中國的過程 就知道 以前是胡錦濤的兒子 胡凱鋒做過他的總裁 沒錯 現在胡凱鋒 什麼都沒有了 現在是 現在是 當年呢 他真的做過他的總裁 實際上他在歐洲兩間辦公室 一間就是華沙 波蘭 另一間就是綠特丹 在波蘭 所以這兩間的 兩間辦公室都被人倒下 當然這件事歐洲是太遲 因為美國有一個實體清單 早已經把同方威視放在裏面 違反國家利益 這個NJJD是很久的了 中心時代已經有了 現在一直延續著 現在你看回同方威視 也有這樣的情況 未來會不會更多呢 根本上有很多人在做 還有剛剛講過 美國都開始這麼刺濁 為什麽你得歐洲都在做這些BB班的事 接著講到 哇他很無有力 剛才講過英國的新衛城 4月23日就說 為了應付中俄組成的聯盟 Axis of authoritarian states 於是計劃增加國防支出預算 計劃2030年增加到GDP的2.5% 現在是2.32% 增加到2.5% 好厲害 每年只是870億的英鎊 其實英國和歐洲 大部分北約國家 受哪個保護多? 美國多 但是他們有沒有交足錢? 交足錢那些是什麽呢? 新歐洲 就是立陶宛 愛沙尼亞 各地國家 就是交足錢 德國很勉強 沒有 法國位在背後 英國算吧 所以就是這些國家 尤其是舊歐洲 老歐洲 這一班傳統的 歐洲的民主國家 他們不給錢 又要靠美國去保護 其實是不通的 日本都給足錢 剛剛講過了 麻生太郎得到 川普贊賞 英國、德國、法國 是不是真的一定要加把勁呢? 還有它要追加對華南 5億英鎊 5億英鎊 10歲 5億英鎊 給些什麽東西 其實很少 增加1,600支防空導彈 400架軍車 這些就是杯水車身 新歐成說到 英國人最懂這件事 說到 世界現正處於冷戰以後 最危險的時期 未來六年會增加軍費 750億英鎊 但基本上 只不過是由2.32% 增加到2.5%那麽大 所以我就說 去到最後 這班國家是 自由駕駛 我就覺得台灣 要和這班歐洲國家 這樣做自由駕駛 還是要和日本這樣 要給足錢 我這個是基本原則 你要成為自由駛駛的話 美國你遇到拜登 那你就去自由駛駛了 為什麽拜登統治的時期 他和歐洲 甚至各國關係比較好 不是因為他罵歐洲 不罵歐洲 也因為不需要他付錢 賤債可以不需要還住 有些新的東西不需要他付錢 美國可以益你 那你益我 我就做自由駕駛 到這個川普上台 那四年 那時候整班人都反了 為什麽呢? 川普要這班人 不可以做自由駕駛 那你說 你從美國的角度看 哪一樣東西好些 川普的角度好些 跟著你從歐洲的角度看 川普衰些 所以跟著就說 川普是孤立主義 其實孤立主義是掩蓋做一個 叫做 你要有價有市 你要有借有還 有買有賣 你今天你要別人幫你 你付出什麽呢? 你付出什麽呢? 歐洲一樣 喂 它說真的 就是俄羅斯和中國 哪個世界最大的威脅呢? 中國 但今天你看看那個法案 950億 610億在烏克蘭裡 就只有81.2億塊在台灣裡 還有一個 200多億在以色列上 喂 你這樣的配搭 你就知道 你錢在哪個地方審給一個被害國家 沃爾蘭去對抗第二大惡霸 但第一大惡霸繼續我在從中笑 雨線關根 長老灰飛煙滅 你想想整個策略是不是對的 同時你看回今時今日的狀況 各國現在看到 歐洲現在做的所有虛嚴一招的事情 台灣就說歐洲幫台灣 台灣真的喜歡這樣一個 歐洲又幫台灣 歐洲又開始硬起來了 但我說你看看實際的數據 你摸真一些裡面的底韻 其實這些東西又遲又邊緣又少 又不到位 說的多於做的 再不要說現在拜登那些事情了 所以我就說 與其溫溫吞吞 不如雷亭萬鈞 這個就是我的想法 不知道意思是怎麼看的 嘩 我們今天很長 所以我只是抽一部分出來 我覺得很值得跟大家分享 就回去整天想硬都硬不起來的德國 那就看德國其實是一個最好的例子 那你剛才提過很多宗說明 歐洲是否硬起來呢 那其中一宗就是最近拘捕了一個43歲的中國男子 是德國籍 那這個人就是幫中國情報機構做事的 那他就是剛才你說的美國 不是德國的極右黨選項黨的 那是一位的 那是一位的 一位的首席候選人 那他就是最大的那個 那他這個首席候選人 他有一個首席助理 就是這一位的中國人 那但是我想說的東西就是 那揭了很多東西出來 但是我想提兩樣東西 AFT其實我十幾年前就已經有開始 留意這個黨開始到今天慢慢大起來了 那其實都是因為德國的經濟很差 很多人就開始開始轉右啊 其實在默克爾原代他都已經存在 不過就不成氣候的 但是現在因為這個 就是今天社民黨這個政府 這個紅綠燈政府越來越弱的時候 德國都在醞釀很多次被一些大遊行出來 反對AFT出來參選 因為他們是有些偏向類似希特拉那樣的 但是這十幾年的轉變 有一件事最恐怖的 最恐怖的是什麼呢 他們到今天為止 我以前挺喜歡AFT的 就是偏右 但是今天你不要搞我 因為這個黨已經全是基本上被中國共產黨收藏了 在這個案子裡面 你看得到的就是什麼 中國那個滲透是不用跟你說政治理念的 OK? 你左中右都好 那你問中國共產黨的滲透 他要達到的目的就是 左中右都是我朋友 你們誰透過民主的制度上台 我都有聲音在裡面 就是這樣的 所以今天是很離譜的 這個AFT 可以說一下這個黑拉 這個黑拉 出來競選那些政綱 其中有一些對華政策 那些就嚇死了 OK 他是主張就是德國的外交和經濟政策 在他如果AFT上台主政 德國的路線應該就是 不要關注中國那些壓迫人權 拙拙逼人的軍事擴張 或者還有跟其他國家的鬥法 這些全部東西都不要介入去 OK? 我們只是看中國有個市場 我們跟中國做friend 這樣就行的 甚至AFT是偏向反美的 OK? 所以這個黨已經是在十幾年裡面 我們就看著他在一邊退變 成為一個收緊中國共產黨錢的一個政黨 那裡面現在就發現 就是有一個43歲叫做GNG Chan G的一個中國人 這樣就拘捕了他 但是我想說 這樣是不是覺醒呢?德國 對不起,當然不是啦 是因為 拘捕他是因為他是AFT的人 更加應該要提升的問題就是 那你在其他社民黨、機民黨 有沒有這些雙重間諜在那裡 透過這些政黨進入歐洲協會 然後去拿信息 然後扔回共產黨 甚至這個人是在幫中國的情報機構 在打壓好像黃台洋那些在德國的異見人士 這不是一人是只一人是只一人的 這個只是因為這個人是AFT而已 那機民黨有沒有這些人啊? 社民黨有沒有這些人啊? 那所以回到的就是中國滲透 在全世界每個國家其實都是一個很嚴重的一個問題 是呀 德國更是其中一個很嚴重的地方 完全同意 甚至我補充一句 我不覺得它是什麼極右派 不是右派 不是極右 完全沒有關係 它這些東西基本上是說 在德國或者美國的主流媒體 不斷將這些黨標籤為極右 其實我剛才知道納粹主義是一個極左主義 我以前已經講過 這幫人基本上打著這個旗號 基本上做一些事情是親中反德的 這個RFD覺得是一個嚴正來的 我是不喜歡這個黨的 因為這個黨基本上是投機取巧的黨 比王國昌更加厲害 所以這幫人做什麼呢? 他竟然 剛才你說的 就是跟中國說 我不會關注人權問題 就是說你可不可以呼籲大家不關注 納粹的歷史 猶太人的集中營的問題 你試試這樣說 會有什麼結果? 所以我就是說 很多東西 你要有同一的邏輯上一致的原容的標準 不是此一時比一時 今天這幫這樣的人所做的事情是很令人地恥的 我讀多一句這個黑 我讀多一句這個黑拉的競選政綱給你聽聽 很棒的 他說德國應該利用中國的資金 來加強與俄羅斯的自由貿易區的實力 你是不是瘋了?這個黨 OK 瘋了 另外 還說大食物官的 你不要說給我知道 什麼叫大食物官 阿什烏軍 大食物官 那食物官就是食物官 什麼叫小食物官和大食物官 你不要問他 是不是代表糧食安全出的問題呢?大家想一想 另外這方面 中國國家統計局 今年第一季經銷銷和吊銷燒營運的餐飲企業 四十多萬間 三十多萬間 然後三月份呢 有整十八萬的這些 餐飲企業是這個結業的 那麼看得到 只是三月十八萬 一二三加起來四十六萬 就是越執越多 現在還未公佈第二季數據 它公佈的都是有水份 就是已經壓低整個數目的了 你看看多麼嚴峻 就是換言之 中國人不是躺平這麼簡單 是有生意都做不到 那你說了 習近平是不是關心大家 當然是採你一浪費氣 廣東最近暴雨 香港也暴雨 大家知道 廣東這個暴雨 韶關清遠和這個兆慶都有災情 未到雨季 爆這麼大量的東西 就不知道什麼事了 天災下雨多 但你疏盡不行 那些水一旦灌到城市裡面 至少他報 至於四死十失蹤 何止那麼少呢? 他說十一萬人要撤離 怎麼可能死四個人那麼少呢? 台灣的地震都死不止這個人數 全個地球可能只是 全個地球只有桑普 你還去計較他這些數字 我也不可以計較 是笑話 四個人都說 死四個人都說 廣東是壞的 廣東是好事的 那報道呢? 報道呢? 壓到最後講一點點就算了 但是呢? 習近平當然不會理你的事了 如果你在美國島 什麼龍捐風出現在德州 美國真的是 非常痛穿機下去了 但是呢? 習近平不是民選的 他是黨做的 他是在做之人 他不需要和你交代的 於是乎 4月22至23日呢 去到重慶市考察調言 去什麼地方呢? 重慶國際物流樞紐園區 去九龍坡區、謝嘉灣街道民主村社區 重慶市蘇智法城市運行國治理中心 還有要求加快建設西部六海新東道 講完整個垃圾的東西 共產黨最喜歡用這些名詞 一個個的東西全部都是大白象 一個個喜歡呢? 嗯 行 那個是片場來的 就是習主席是導演 他來到地方 大家做出戲 好 那麼大家就演出戲 這個就是地方 這個是習近平 整體形勢來講 我會覺得是怎麼樣呢? 習近平是出現了很多的 管治上的威信的問題 他有沒有權力失去的問題呢? 他的威信在那裡不斷凋零著 一個這樣削弱著 而他最怕就是這點 怕政變 怕民變 雖然說什麼江曾胡溫已經是下馬一筆 但是他下面那幫人有刀有槍的嘛 臥撻之質 喜鹽和他人寒稅呢 還有最近在香港裡有個說法 就是說吹緊和風在香港裡 都簡單說一說 香港現在就好像《立法國安法》 都23條立法 這個很容易理解 是的 我都為事 是的 這些事情 等一下去找傑斯解釋 他有這樣的解釋 我覺得千萬不要以為 是美中整個格局的形勢 甚至吹到保護香港運動那個 傅鎮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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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他收皮 他說想去舉牌嘛 是啊 英國領事館 美國領事館那些 抗議什麼不重要的就是抗議 布林肯要訪問中國嘛 你先收檔 因為外在的環境變化 所以不做 所以在這裡 是多麼荒謬 所以現在做什麼呢 趨勁一些笑臉和和風 But the storm will be coming later 這種做法 中共一貫以來 策略性的演變的部分 大家不要以為 共產黨本質又變死性已改 以為香港從光有望 如果真的這麼想的話 你可以驗驗他的腦筋 肯定有些問題 不用解釋很多 不用解釋很多 風頭火勢 總之當然不會做 但是這個 就是 遲些就會見到23條的 就是會怎麼樣 那個不講 那個是另外一個話題 就是回到去 說一下習性 這十幾年的習性 習近平的特性就是這樣的 逢有災難 天災人禍都好 一定是怎麼樣 不見人的嘛 就是我們831怎麼樣 什麼幾點 質疑恩不見人 習近平就是這個 這個是習性來的嘛 這個是習性來的 總之廣東有事 他就會去重慶調現 那你如果心水清 那沒有問題啊 你是聖上 那麼那個宰相 可以不可以啊 不行 宰相去就是 就是 就是 那些什麼 那些什麼 那些曝光率就過了我 是不是先 給我宰相去威勇 不行 所以李強最近又怎樣呢 廣東水浸 那他又去了貴州調研啦 那所以呢 皇上就在重慶 然後呢 然後呢 就 宰相就在貴州 那有 那你就看到李強拆鞋 真是 所以抵他發的 那為什麼呢 那重慶在西部嘛 我當然是在西部啦 西部最有知的地方 都接近是重慶啦 那皇上去重慶 我就去回最窮的地方 就叫做貴州 那我看策文静 還有就繼續 就是符合 習近平 他很懂得揣摩這些上意的 那皇上去得重慶 當然會講西部大開發 這個講了二十年左右啦 OK 還長過現在講大灣區 那大灣區都已經是拿來講的啦 但是西部大開發就更加拿來講啦 那所以 那所以呢 兩個人就去了那邊 那這個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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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和大家 就是分享的這件事啦 那就是 習近平就 永遠都是這樣 至於你說 那什麼大食物官那個呢 那玩玩一下呢 其實 就是 那香港就有兩頓飯了 告訴你最近 比較多人關注在大陸呢 就是那些年輕人 開始整天吃 就是長者食堂 要記一下這個名字啦 日本人就有深夜食堂啦 但是現在大陸呢 無論你在福州、廈門 或者上海、北京、廣州 現在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長者食堂 就應該長者去吃 但是越來越多呢 就是年輕人去吃 那所以為什麼第一季 就撿了四十幾萬間食肆 其實可能 那個數 其實可能再說多十倍 都不知道 就是因為大家都要 就是要省 就是 總之就是 已經不是以前了 以前有大食大 或者餐餐如廁都很煩 現在 大家可以深究一下 因為今天都很長 大家可以深究一下 長者食堂的問題 就是很多年輕人都走去長者食堂裡吃 其實都是好像我們香港的兩頓飯那樣的 那這些問題 這些會不會是回到第二天 哇大哥再這樣搞下去 去到老毛年代 因為長者食堂其實都是某程度上 是一種福利的東西 那你搞一搞一下 會不會變回大鑊飯的年代呢 那真是 是啊 那今天不夠時間 大食物觀 大食物觀就是大鑊飯觀 大鑊飯觀 這個是以後會出現的事情 香港現在正在採用紙刀 怎麼切東西 是不是 那在中國那裡 大食物觀 這件事會吹來香港 不要以為這件事跟自己沒有關係 現在不是反回毛澤東的年代 整個共產黨的本質 全面顯露給大家看的時候 它的謊言很多都是已經拆穿了 但是 但是你知不知道 喪普 你知不知道那個恐怖之處在哪裡 那個恐怖之處就是我們經常說 你不要小看14億中國人吃樹皮的威力 那他現在由以前魚翅做飯 他就可以告訴你 沒有魚翅 我就去長者食堂裡吃 他是可以的 那你如果 你認識這些朋友 你在大陸 告訴你 你陪他去長者食堂裡吃飯 你都會跟他說 喂 用不用不折墮 為什麼不起位 誰弄成這樣 是不是政府 你們是不是需要改變制度 出來爭取民主 我告訴你 那個人馬上跟你絕交 你說這些 所以問題是覺醒未救 沒得救的就是這些人 所以習近平為什麼這麼幸福 我也想做習近平 因為真的很幸福 可以亂來搞到 喂大哥你看一下 在北方 中國的北方 在這十幾年有鴻安新區 去到現在調研的中間 重慶 你去到重慶 我就想再說 如果你是一個重慶人 你看到聖上這次來到 八錦交集 喂 長長大龍鳳 告訴你 重慶今天有多麼繁榮 是真的嗎 OK 如果你問重慶人 他最壞的就是誰 薄熙來 蔡特江 孫政才 是不是 黃奇帆 只剩下一個現在較為善忠的就是黃奇帆 你知道嗎 重慶不是很久之前 在十五年前 是中國其中一個最Yeah 最Chill的地方 大哥 是不是 人人都想混過重慶妹 現在 你真的 喂大哥 情何以堪 那你在習近平治下 鴻安新區 在北面 中間有重慶 南面 不用說 有香港 然後大灣區 你看 全部都是 一口氣 但是中國人可以忍到 我可以告訴你 這樣也不反對 你是不是對中國人 佩服到五體頭地 所以這個才是最恐怖之處 中國人渣 中國人渣 繼續不改 人渣 我不是說的 是壞蛋的意思嗎 我的意思是說 你做渣 你做人家的拜訓 你只是渣 你做這樣的情況 你不改變 你不去尋求覺醒的話 我想世界上 是的 我希望這個節目 罵一下罵一下 有這麼多的人 會有改變 我知道是不夠的 但是我只是說 與其是這樣 所以我現在在台灣 你不在加拿大 同這些人 就是成為同一國的人 基本上是很荒謬的事情 所以我都說 今生不做中國人 我講很多次 OK 好了 OK 多謝桑寶 今天又爆了燈了我們 我們下個星期 新桑海神州回來再見 拜拜 好 下星期再見 拜拜 我們下星期再見 我們下星期再見 我們下星期再見